朋友们大家好 周末 今天我们讲一下华为 毕竟目前的最强方向 其实从上周一开始 我们每期的视频 就都已经开始重点的去讲解这一块 经过上周三整体发酵之后 全市场都开始已经把目光放在了华为上 特别是经过了周四的分歧 周五反包再高潮 本周末 基本可以看到各大财经网站全面一致 聚焦到了华为 那先说一下个人的看法 华为板块 无论从目前的K线走势 还是其各分支概念的扩散程度 成为继上半年人工智能之后 又一条大主线的概率 非常的大 但就短线来说 已经基本上到了第一轮上升的 尾声阶段 如果要做类比 类似于上半年 二月初的人工智能 我们看一下板块中 几个龙头个股 比如像华力创通 连续的低到高将近三倍 但是 已经明显的突破了这样一条趋势的压制 突破之后 很明显 之后再经历一轮震荡 向上或者直接 就会开启对这条线的一个回踩 到时候是不是能站稳 还是线上附近做一个震荡在挤稳 需要一步一步再看 但可以看出来 突破之后 既然需要回踩 那么 毫无疑问 尾声阶段 包括 结容科技 结容技术 同样的 突破之后 有回踩的需求 因此 板块低轮 上涨 尾声阶段 是个人 目前的一个判断 龙头都需要回踩 对吧 那么 我们也都知道 二月初 人工智能 我们看切的指数 在经历了第一轮的 强势的上升之后 强势震荡了将近一个月 然后 三月到四月中旬 再次开启一轮主升 那么 华为这里 到底会怎么走 我们还需要一步一步再看 如果能够像上半年 人工智能一样 强势的震荡整理一段 自然会对下一个周期的上升 去打下一段坚实的基础 今天我们讲华为 不意味着短线 我们还要去追涨 只不过 对于有望成为一条 大主线的概念 我们必须 给予重视 以及该出手的时候 你要去做好准备 到时候 该买什么 如果对于个股买卖点 把握不好的朋友 也可以用平时发朋友圈 或者和亲友聊天的 搜古北打板格 里面对于个股的讲解 会更加的详细一些 关注就可以去看 目前市场围绕 华为概念展开 遥遥领先 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分支 第一个 华为手机 核心 华印科技 结余技术 先锋电子 利达性 其中包括折叠屏的 日久光电 东勿股份 新轮新材 以及新闪的熔年科技 高红股份 创耀科技等等 主要驱动的事件 第一个 华为在8月29日中午 推出了新一代 旗舰手机 Mate60 Pro 排队热销 第二 华为Mate60 Pro家 MateX5 9月8日10点08分 开始预定 这一块 强势的个股 周五基本全线涨停 龙头 结余技术 9800 从K线看 跳空突破 大级别趋势压制 那么下周 一旦上涨 不能连板 发生降速 那么我们最好等待 回踩确认突破 趋势有效突破的 有效性之后 然后 再看 是否能站稳 然后去参与 如果不能站稳 那么要防止 回调的幅度 会比较大 比如到下方的颈线 那这样一个调整 就会很深 而五连板的 华为科技 上方 大级别的压制 在四元一旦 我们从 基线上 可以比较明显的看到 以及 整个下方的 平台的高点 都在四块这里 那之后 同样的 看 是否能够 向上完整突破 那么 激进的 短线 还可以参与 但是 这里到底是 直接连板上去 还是需要对 颈线 两块八这里 做一个回踩 个人偏向于 回踩之后 再上 所以 追涨 仍需要谨慎 手板的 东部股份 实际上 我们可以看到 距离上方的 趋势压制 也并不遥远 那么就关注 周一 是否能开在线上 开在线上 是第一买点 如果能够 直接往上 风死砸停 那么可以 打板加仓 如果不能够 那注意 震荡中 这条线 是否能够 确认突破 第二个分支 光刻机 这一块 也是上周三 最猛的分支 板块 上涨 百分之七点几 大家都 非常的 就是 都看到 这根阳线 非常之猛 三连板的 张江欧科 二十厘米方向的 蓝银装备 同飞股份 还有就是板块内 最具辨识度的老龙 龙大感光 主要事件为 一 外媒报道 华为 MATA60 Pro 采用中芯国际的 七纳米芯片 第二个 外媒报道 中国即将推出 大基金三期 计划融资 三千亿 提振 半导体行业 龙头 张江高科 三连板 我们可以看到 超大级别 趋势的一个突破 那么可以去做重点的关注 那稳健的 可以等待 低位的 其实辨识度也非常高的一支 同城心裁 目前还是处于一个 震荡的一个低位 那么可以看到 首先我们画一下压制线 这里有一个明显的趋势的压制 那么如果涨到这条线 也还有一定的空间 那小级别的压制 也就是上周四 基本涨停摸到这条线 之后发生一个震荡 那么震荡中 由于下方的支撑 还是比较牢固的 所以如果之后调整有回落 回落可以去做一个低吸 然后大概率对小级别的趋势 会完成一个向上的突破 然后到时候大级别的 一步一步再去看 那么第三个分支 卫星导航 目前华为板块的最高高度 华丽创通 就是这个分支 另外还有像高斯贝尔 中英科技 海格通信 中国卫通 私南导航 四川九州 郑友科技等等 主要的事件驱动为 华为Mate60 Pro手机 首发卫星通话功能 官方称 无地面网络 也能拨打和接听卫星电话 还可以自由编辑卫星消息 选择多条位置信息 深层轨道 轨迹地图 第二个事件 中国星链计划 于今年九月 开始进行发射 该任务将由中国 五家企业联合完成 那以上 就是华为 目前炒作的主要方向 就个人看来 基本上 目前第一轮炒作的 尾声阶段 刚才已经说过 那因此 追涨需要谨慎 不要因为周末连续的发酵 在这样一个人身顶沸的时候 你再去做一个追涨 那么一旦 第二阶段 做一个调整 一些中位的个股 如果调整幅度比较大的话 你就会非常的难受 以上都是个人整理 以及复盘心得 不做操作建议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观看